1990年3月 当村上市张赴任日本驻南非大使馆秘书工作前 他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的股票和房子 后来在《我的投资生涯》一位日本投资家的自白礼 他坦白说自己感觉当时日本要有大麻烦 这场大麻烦正是震惊世界的日本经济泡沫不灭 从那之后 东营开始了长达30年的下跌之路 而且还没止跌 老百姓从内卷到躺平 两代人之间的差异肉眼可见 经济上行时 日本人房子挣钱 股票挣钱 工资猛涨 消费起来 那是毫不手软 大手大脚 经济下行后 全职工作难找 收入变低 资产变值 消费降级随之而来 大家觉得日本是独此一家 还是先行案例呢 打在公平上 日本最大券商野村证券第一篇 从内卷到躺平 引起了建文君的注意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孤朝明更是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 中国将面临资产负债表衰退 我们到底会不会重蹈日本负责 日本灾难性的衰退是怎么发生的 如果像日本一样面临时代的切换 那日本过去30年又有哪些行业 能够获得发财的小机会呢 跟着建文君一起找答案 日本泡沫源起 历史证明 村上市场的直觉是对的 日本的麻烦很大 甚至比所有人想的都大 当时他注意到 日本国内的金融机构和企业 行文都很怪异 除了股票以外 还在处理大量的不良债券 虽然没有证据 但是他察觉到一定有事在发生 日本泡沫最疯狂的时候有多疯癖呢 1989年日本房价总价值2000万亿日元 是当时美国房地产的四倍 所以有了那句传世豪言 卖掉东京买下美国 日本股市的市值是美国的1.5倍 占全球总市值的一半 野村证券一家公司的市值 超过了美国所有券商的市值总和 虽然1988年底的时候 野村证券提前写了看空报告 东京的股价太高了 但日本同行都反驳说 日本股市是没有万有引力的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 拐点在1990年1月4号到来 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开始暴跌 当第一根大阴线到来的时候 大家还没有意识到 一场毁灭日本经济财富 活力的灾难 正在用怎么样的破坏力肆虐 银行业接连破产 失去老百姓的信任 证券业亏损连连 社会形象一落千丈 日本作家石井护润 就是日剧半则直述的作者 在媒体采访时表示 日本人普遍憎恨银行 就是从那时开始 比时比刻 恰如 此时此刻 先说泡沫缘起 二战战败后 由于通胀和失业问题 日本经济全面崩溃 为了稳定日本局势 盟军最高司令部决定复苏日本 一方面是防止日本再次出现军国主义 另一方面是防止日本加入共产主义阵营 美国需要在亚洲有个桥头堡 只能说日本时来运转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日本成为美军军备物资的生产和维修基地 美国政府直接支付大笔巨款 一度占据日本出口贸易额的27% 美国人还帮日本加入了关税及贸易协定 类似于WTO的前身 抢着当狗的英国强烈反对 但美国已经决定孤注一掷 在亚洲培育新的力量 拿到大笔美元的日本 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之路 1956年日本制定电力五年计划 用电力和石油取代煤炭 完成基础设施后 日本被美国技术输出 导入了汽车、家电、半导体、钢铁等等新兴行业 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回看日本历史 确实会看到很多我们的影子 比如1964年的时候 日本通过举办奥运会 花费大量的资金 兴建厂管、拆迁和打修交通设施 导致房地产市场快速兴起 又拉动经济暴涨了一波 顺风顺水的十年过后 日本经济开始出现降温 政府第一次发行特别国债 刺激经济 而日本政府提出国民收入翻倍计划 大企业合并 老百姓收入快速提升 消费品渗透率猛涨 国产品牌出口海外 全球蓬勃的经济发展 让日本坐上顺风车 只用了六年时间 日本老百姓的收入就翻了一倍 在连续保持了近20年10%的GDP增长 奇迹后日本迎来泡沫的第一个拐点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 这次危机是日本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也为日本日后泡沫埋下地雷 在危机前的20年 日本国富名强顺风顺水 人口和技术双生 在危机之后的20年 日本马上将迎来惊天巨变 1973年10月16日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 沙特为首的欧佩克为了打击以色列 以及以色列幕后的老板 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上调油价 两个多月的时间 油价从3美元涨到11.6美元 四倍的油价涨幅带动大通胀 欧美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贸易逆差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 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经济危机 主要依靠贸易到西方国家挣钱的日本 也不幸遭殃 整个危机期间 美国GDP下降14% 日本却比美国还惨 下降了超20% 如同当下的越南 最重要的原因是 日本对于石油过度依赖 日本工业和家庭消费已经完全石油化 1973年 日本进口的能源商品里 石油占了90% 价格涨得太猛 让日本的经济陷入滞胀 为了和现在的欧美一样控制通胀 日本也使用了紧缩的货币政策 调整需求 导致大量的行业出现失业 萧条 另外油价大涨 让日本的外汇储备流失过快 日本政府的压力很大 1974年开始 日本进入长达10年的中速增长期 就是每年GDP大概增长4%左右 敲黑板 从历史来看 每个国家的中速增长期 都出现过房地产价格和股价的双重泡沫 到了1985年9月 美日德英法五大国 召集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开会 同意建立汇队协调干预机制 说人话就是人为控制汇率 美英法三巨头觉得 日本和德国通贸易赚走太多钱了 严重损害了各国经济 为了削减美英法的核心利益 贸易赤字 强力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 这就是大名鼎鼎 震惊后世 宛如强盗的荒场协议 参会国在会议后决定 卖出美元 买入本国货币 强行让美元贬值 本币升值 而日元的这种升值预期 让国际资本陷入颠簧 日本资产马上将迎来最猛烈的主升浪 1986年开始 日本地价和股价开始同步上涨 这个阶段 美元对日元从1.240升到了1.200 记住这个数字 因为之后你再看到日元汇率 你会压麻呆住 1987年 美国做了一件事 搞出一场危机 进一步加速了日本泡沫的膨胀 就是广场协议搞了一年多以后 日本和欧洲经济都大幅减速 经济压力极大 而且美国国内通胀严重 于是1987年2月 美英日法德又在法国开会碰头 搞了个卢浮宫协议 具体操作跟之前相反 日德降息 而美国则反向加息 日本连续两次降息 利率达到了2.5的超级低水平 美国只把利率调到了6%以上 两个国家的国债利差 再次扩大到5% 从而引导国际资本 从日德回流到美国体内 但是美国经济本身不好 强行上调利率弄巧成拙 198今年10月19日 一次所有人都懵逼 都惊呆 都不知道原因的暴跌来袭 美国股市和债券价格如同瀑布般暴跌 史称黑色星期一 美元对日元变成1比130 这个数字在两年前是240 美元对日元几乎贬值了一半 资金大量从美国市场开始逃离 想要找到新的避风港 大笔热钱瞄准了日本市场 准备进去大赚一笔 于是大量的热钱涌入 不断推升日元升值 投机资金疯狂的买入日本资产 股票和房价的大涨 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海外资金 流入日本 就像踢云纵一样循环老富 刺激出堪称人类历史上的最强泡沫 日本这个国家的软肋 从二战后就一直是轻跌美地 热钱流入效应具体有多夸张呢 1987年开始 日本地价和股价双涨 在后面的三年里 东京大阪明古屋的地价 涨了2到2.5倍 日经指数从2.5万点 涨到了3.8万点 这个最高点 日本花了30年才突破 在泡沫产生的过程里 除了国际热钱的流入以外 日本的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 都犯下了弥天大错 这个错却需要整个日本社会 承担这份代价 许多人曾经讲过日本泡沫 但是聊到泡沫的起因 却很少有人提起 日本央行和财政厅内斗的导火索 日本央行成立于1882年 当时日本明治政府 为了筹措西南战争的经费 大量发行指批 引起恶性通胀 为了控制局面 稳定经济和民心 明治政府采用大臣 松芳正义的建议 模仿欧洲的比利时政府 建立起日本中央银行 但一开始 政府过于浓烈的控制欲和发钞欲 使得央行无法发挥功能 做好最核心的两件事 稳定物价 稳定金融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证明 央行从政府部门独立出来的意义和作用 越来越大 而困扰日本央行的独立性问题 一直绵延到经济泡沫 20世纪80年代 被日本财务省控制的日本央行 被迫制定了一系列不合理的政策 比如 第一 上市公司可以炒地囤地 第二 经济好的时候还大幅宽松货币 让资本炒作楼市和股市 第三 允许银行和地产公司互相交叉持股 这种瞎搞的方法 让金融机构有动力 不断炒高资产 做高业绩 从而在套现和分红上双丰收 最终酿成人类历史上都罕见的泡沫泡面 而为了甩锅 日本央行和财务省互相指责了很多年 在监管机构放肆的政策之下 金融机构对于泡沫直接拖一波住来 尤其是券商和银行 一直把永久低利率当成口头禅 洗脑自己和客户 银行疯狂的吸纳储户资金 但是却找不到投资标的 于是大量买入土地股票和艺术品 同时只要客户有股票或者土地做抵押物 就会疯狂的放贷款 而不审查资金用途和安全性 在这种氛围之下 伪造证书来获得担保融资 以及个人获得巨额天量融资的事件 频频发生 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伪尚逢事件 主角伪尚逢是日本大阪的高级料理店老板 除此以外 他还担任日本新营业银行和其他银行及券商的高管 虽然他毫无金融背景 但是高级料理店就是他的核心资产 新营业银行大阪制行长甚至屡次劝说他投资挣钱 现在不买的都是傻瓜 巴嘎 于是1987年开始 他筹集大底资金 买下10亿日元的新营业银行债券 并且开始投资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 投资之后 伪尚开始装神弄鬼 每个礼拜天 伪尚逢的店里都会开始施法 伪尚逢在小圈子里说自己能得到神明的指示 守着指示的有券商的店长 银行高管和个人投资者 等待伪尚逢宣布哪个能买 哪个要再等等 巅峰期他呼风唤雨 退潮后他直接裸用 泡沫泡灭后最多时拥有6200亿日元的伪尚 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跌掉4000亿日元 与此同时负债还在增长 达到了7300亿日元 每天的利息就高达1.7亿日元 为了填补中间的亏损差额 和伪尚来往密切的东洋信用金库 为他开具了3420亿日元的虚假存款证明 1991年 新业银行发现存款异常 但一切都已来不及 2002年伪尚宣布破产 代价是大阪地方法院 判处伪尚逢12年扭期徒刑 事后统计 伪尚一共跟银行借了2.77万亿日元 1989年最癫狂的时候 一年就借款高达1.2万亿日元 讽刺的是伪尚事件后 那些金融高管几乎没有一人受到谴责 各自均在岗位上安然退休 老年生活悠然自得 就像电影《大空头》里的结局一样 08年老美次贷危机 整个金融圈只有一个倒霉蛋 被抓进去蹲监狱了 其他人都带着分红和奖金 离开了圈子而已 伪尚事件是当时日本金融机构 混乱经营的冰三一九 请记住 如果发现一只蟑螂 那么家里绝对不会只有一只 假账的内伤并没有第一时间爆发 也是日本社会下跌30年的重要原因 其实日本企业一直有做假账的习惯 比如破产的日本第四大券商 山一证券 在创办100周年的1997年 山一证券突然宣布破产 7500名员工在懵逼中失业 社长在记者会上痛哭流涕 弯腰致歉 这位破产前三个月才上任的社长 刚到岗时看到了公司的内情 在财务报表之外 居然还有2600亿日元的外债 这个债务的产生 完全是前任社长的骚操作 因为当时日本流行营业特经项目 企业把自己的资金委托给券商理财 券商利用资金优势疯狂买卖 一方面可以给自己多挣手续费 另一方面可以操控行情 但是股价下跌的时候 山一证券前任社长就开始顶不住了 把亏损的股票高价转移给了体外的官邻公司 使得证券公司账面不体现亏损 因为坚信股价和低价迟早会回来的 到时候把股票平移过来就好了 谁也没想到一直跌一直跌都不带反弹的 最后前社长三慕淳夫 因涉嫌伪造虚假有价证券罪 被东京检察院逮捕 我们再回到泡沫当时的现场了 1989年5月 当日本央行第一次开始加息时 大部分人仍然坚信 永久低利率神话 到12月 日本央行再次加息 市场还是觉得 美联储只要降息 日本央行也会跟着一起 房价和股价就会好起来 这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 那1990年泡沫为什么破灭了呢 正是因为这种预期被打破了 美联储没有像大家预料的那样降息 反而因为通胀问题在年初开始加息 伴随着欧洲也一同加息 市场开始疯传 日本央行也要继续加息 老百姓和企业才如梦初醒 金融紧缩真的开始了 第一个剧烈反应的是日本国债 收益率从5.5快速上涨到7.2 这意味着持有国债的机构都爆亏了30%以上 差不多同一时间 日经指数猛烈下跌 从最高峰38跌到了1990年9月份的2万点 泡沫的原舞曲唱了许多年 但梦醒只需要一瞬间 所有资产上涨都有基本面 经济腾飞啦 外贸第一啦 世界第二啦 热钱流入啦 汇率升值啦 货币宽松啦 但是当主阵浪来临 所有人如魔如风参与其中 最终酿成不匹配常识的疯狂 暴跌也就成了意料之中 泡沫泡灭根本原因在于 日本进入经济转型期后 原有的依靠廉价原材料 能源 劳动力和土地 进而通过高强度投资 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 已经难以为止 但日本国内社会仍然信心满满 认为日本模式不可战胜 可以用政策扭转经济颓势 这种氛围之下 日本政府不惜采取非常规手段 不适当的宽松货币政策 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来刺激经济增长 比如1985年到1989年 日本政府曾经尝试过很多种方法 包括增加国内投资 连续多次调低法定再贴线率 增加货币供给 比如将2.5%的超低利率 维持了两年零三个月 以期抵消因日元升值 而导致的通货紧缩负面影响 最终却催生了一个 巨大巨大的资产泡沫 当然废墟之下依然有黄金 有些行业和赛道 在日本过去30年的低迷里 依然大放光彩 挣了不少钱 聪明的你 也许能挖掘到一些相似的发财机会哦 衰退后的机会 30年行业机遇 尽管经济泡沫破灭 日本整体消费也长期低迷 甚至通胀也只起不来 但见文均挖掘到 不少细分市场 依然有挣钱机会 这些行业挣钱的原因 总共归类有三个因素 第一 经济放缓 收入降低 第二 人口下降 世代更迭 专注趋势 第三 技术更新 产品创新 做小确信 第一个原因 经济放缓 收入降低 1971年到1984年出生的日本人 被叫做团快次贷 他们是团快世代的孩子 团快世代被认为是日本 战后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 他们默默工作 勤劳 能忍 团结 但是约2400万的团快次贷 大部分在90年代步入社会 占日本33%的劳动人口 这批人被认为是日本消费降级的 主要推售 那么核心原因在于 他们刚入社会就碰到经济泡沫 那么日本企业为了削减成本 缩减雇佣规模 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 应届毕业生那是一直难求 第二 他们财富积累很慢 工资涨得慢 房地产和股票行情低迷 大量的非正式工作 使得团快自贷口袋里 没什么多余的钱 第三 他们收入门槛有限制 因为公司的前辈 涨不了工资 于是日本的年轻人 基本在400万日元的年薪 被限制住了 未来没有盼头 第四 就是一系列的社会影响 催生了次贷们 性价比消费的理念 增加储蓄 节约开支 成为新的潮流 一时住行 全面迎来低端性价比产品的黄金期 第二个原因 人口下降 世代更迭 1985年到2004年出生的日本人 被叫做觉醒世代 因为日本政府想让当时的日本人多生娃 所以在政策上推行宽松教育 希望给家庭减负 所以觉醒世代又被叫做宽松以待 但事与愿违 年轻人生娃的意愿持续下降 尤其是觉醒世代们 更是成为反抗恋爱 反抗婚姻 反抗生娃的排头兵 觉醒的意思是 看破红尘 不买车 不买房 不喝酒 不旅游 不恋爱 不结婚 看看日本的家庭人口结构 孤身一人的比重越来越高 这也就意味着 做单身的生意 要比做家庭的生意更容易 追求稳定和中庸 对周围事物冷淡 更关注内心平和 这批人口大约2500万人 是日本真正躺平的开始 因为付出能够获得的回报率下降 觉醒世代 躺平也是一种止损的策略 主要体现在日本的平均收入下滑 因为中国崛起 加偿还债务 导致日本劳动者不敢跟资方溢价 工作岗位固化 害怕的情况下 企业和个人都不敢跳槽和换人 创新技术停滞 企业亏怕了 不敢投钱 都变成了存款 日本年轻人在工作里 得不到回报和成长 于是就更加追求 工作和个人生活的平衡 躺平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最有性价比的选择 日本人开始减少对食物的需求 转向精神需求 餐饮 通讯 美容 文娱的消费 顺势崛起 第三个原因 技术更新慢 产品创新少 日本最近几年最出名的保守 应该是在全球大规模普及 iPhone和安卓智能机的时候 依然有大量的日本人 使用翻盖手机 除此以外 连美国人都吐槽 哈佛利只有五个日本学生 远远少于中国和韩国的数量 也被认为是日本人 不爱冒险 性格保守的象征 出国少 技术人才相对少 对欧美快速发展的科技进步 感知就弱 甚至没有镜向 靠背学习的动力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 美国人的技术压制 90年代泡泡碰面后 全球兴起了一轮 信息技术革命 日本在70到90年代 把汽车 船舶 钟表 家电 电子 甚至半导体 都学的有模有样 又通过价格战 把美国半导体公司 打的不要不要的 最终迫使美国在1986年 出台日本技术文献法案 要求商务部 每年向国会提交 日本在计算机 半导体 生物技术 机器人等重要领域的 技术监控报告 最典型的就是东芝事件 1980年代 东芝和日丽 在动态存储器领域的 全球份额超过80% 给美国企业巨大的压力 美国政府在1985年 对东芝提出指控 说它秘密向苏联 出售四台精密机床 是不是很耳扯 两年后 美国炮制东芝制裁法案 强行取消一系列 美国企业对东芝的采购合同 禁止东芝所有产品 向美国出口2到5年 对日本Diram加征100%关税 迟到最后 日本不得不无奈妥协和美国达成协议 加入美国战略防御计划 美国有权得到日本企业所有技术 平息了两年后 1991年美国进一步施压 让日本签下新半导体协定 要求外国半导体企业 在日本的市场份额 必须达到20%以上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1990年时 日本半导机企业 在全球前十里拿走6席 2022年 日本最后一家存储公司凯霞 被美国西部数据公司 以200亿美元拿下 压力之下 也就形成了日本技术停滞的局面 有点像华为说的 已经进入到技术层面的无人区 后面摸不到欧美前进的路 任何方向产业的突破 都要依赖我们自己 而日本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 靠工匠精神挣钱法 从必须消费品和可选消费品 两个角度来看 如果未来你想创业 或者做生意 或者就业选公司 那么这些垂直细分的赛道 则你优先考虑 优中选优哦 记住1990年到1996年 日本年均破产企业1.4万家 没选对生意赛道很惨的 日本有个名词叫经济民主主义 对应的是消费者主权时代 它有几个值得中国生意者 思考的重点 第一 又便宜又好东西 永远有人要 第二 自己开发符合消费者需求的 高性价比产品 第三 品质向上 价格向下 第四 减少一切中间环境 第五 前沿技术用在低科技产业 让效率飞升 比如日本企业 无印良品的经营理念 就是去掉消费者追求logo的概念 用简单 平凡的设计 和较好的品质 较低的价格 来获取舒服的消费体验 像日本最大的服装企业 优衣库 1992年时 创始人刘锦珍的梦想 只是开100家店铺 没想到一下子搞出 全球4000家门店 年销售额2万亿日元的巨统 那些日本企业 在过去30年的战场里 活下来了呢 第一类 具备日本传统优势的制造业 汽车 机械制造 机械自动化 这些行业复杂度高 核心零物件技术壁垒高 对产品安全和稳定性要求高 而且面向全球市场销售的 避开了日本国内萎缩的市场 像拼多多的TAMU 包括前两年的吸引 为啥能成功呢 就是利用了中国传统优势制造业 物美价廉的无限供应 去振全球市场的钱 打一个价格差 第二类 化工制药等行业 这类产业对研发要求极高 日本在过去40年里 拿下8座诺贝尔化学奖 5座诺贝尔生理学 医学奖 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 加上深度老龄化的社会背景 让日本企业在这一类行道里 能够保持持续竞争力 第三类 成功转型的零售和服务业 连锁店 711 全家 罗森 山田 优衣库 无印良品等等 都是在消费降级的大背景下 想尽办法确保品质不变的情况 能够大幅压缩成本的企业 让消费者少花钱 降级的大背景 卖物美价廉的小东西 最好是能卖到国外去的 第二是深度老龄化的大趋势 医药和医疗器械是刚需 年纪越大越需要 精密制造的牛股 基本也是为日本器械公司服务 第三 互联网新兴技术的崛起 赶上了互联网广告的红利 但是没赶上C端 互联网公司的爆发 那日本过去30年 最惨的行业哪些呢 银行股 航空股 电力股 整个都是和商务经济 工业经济高强度相关的行业 结合日本30年的经验 和美国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 以下这些行业 恐怕是经济转档之后 比较容易挣钱存活的领域 第一类便利杂货店 从日常用品到蔬菜水果 更小的面积 更多的SKU 更廉价的商品 更少的资金需求 比超市更容易存活 另外就是百元店折扣店 二手店 日本的百元店 相当于我们的十元店 主打一个低价 折扣店和二手店 基本就是大家消费降级以后的共识 第二类维修养护 经济不好时新车难卖 大家对于老车使用时间会变长 像中国过去20年那样 三五年快速的换车周期 在其他国家都很罕见 以后面子也不要了 收入也没幻想了 对车子的要求会降低 风风不不再用几年很正常 同理手机电脑家电衣服等等 惠一门手艺 真的能养活自己 第三类连锁餐饮 经济不好下馆子会少 不不不不 只不过大饭店去的少了 连锁的平价餐饮 还是会很受欢迎 毕竟年轻人不爱做饭已经是常态 怎么样通过便宜的连锁餐饮 解决吃饭问题就很关键 日本这几年最有名的案例 应该就是萨利亚了 建文君基本上每次看到萨利亚门口 都在排队 这下名字听起来非常意大利味道的餐厅 其实是日本人开的日本企业 创始初期 他只是在日本千夜线 拥有30个座位的廉价西餐厅 萨利亚的成功 来自于兼职打工的一名员工 他是东京理工大学的大学生 一步步从零食工变成高级职员 甚至在1968年成立公司后 当上了公司总裁 帮助萨利亚在全球扩张超过1500家门店 连企业家都因为外卖而持续声音 但萨利亚却如火如荼 持续扩张 背后的秘密值得深思 北京生号成功那年 萨利亚第一次进入中国市场 选择上海学家会开了第一家门店 6块钱的葡萄酒 9块钱的意大利面 7块钱的饮料创饮 冲击了大部分人对于西餐厅三个字的概念 而必胜秘诀就是三个字 克丹甲 萨利亚的克丹甲 比肯德基集团下面的必胜科 要便宜了一半以上 薄利多销大家都懂 萨利亚怎么把成本压低的 才是大家关注的核心 简单来说 萨利亚在日本经历的泡沫30年 养出来的习惯 一切都靠自己做 从上游的种植养殖基地 到中间的采购 下游的中央厨房通认加工 萨利亚全部自己做 不给中间商赚差价 是萨利亚的核心理念 在萨利亚吃饭 没有任何包袱 大胆的冲进餐厅就完事了 西餐界的沙县小吃 是萨利亚最新的标签和口碑 大众消费 廉价廉价再廉价 这种线路 居称萨利亚在日本 完成了近1000家门店的壮举 也是日本泡沫30年里 总结出来的赢家法则 第四类 健身医美 经济不繁荣后 大家没那么忙 更多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健身馆 体育馆 瑜伽馆 美容美发 医美行业 是为数不多 弹性增长的可选消费 第五类 宠物行业 不养娃 不恋爱 不成家 多出来的时间和精神需求 大部分由宠物替代 国内最近5年 这个趋势也非常明显 电商平台上 宠物产业还经常保持 三位数的暴涨趋势 第六类 医疗养老 医疗和养老 绑定在一起 整体就是因为 深度老龄化的人口趋势 国内来看 再过20年 老龄化程度 估计对标日本 到时候医院和养老机构的生意 估计会忙不过来 而且人手很可能会短缺 第七类 中介租赁 经济不好 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 购买的欲望降低了 转而采用租赁的方式 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不管是房子 车 还是员工设备 能租绝对不买 当然 创新的品类也能脱颖而出 只要能适应年轻人的需求 以2021年相比1992年为例 人均消费增加最多品类是 乳制品 玉制菜 饮料 这里面酸奶奶酪 速冻食品 茶 咖啡和可可 是最香的 看看日本消费 涌现出来的这些新品类 或许对你的未来会有启发哦 是不是和大家看完视频下来 体验的感受差不多呢 总结我们会重蹈覆辙吗 从前因后果到现状展望 日本过去30年的来龙去脉 看到这里 想必大家心里已经有点底了 很多人问 或者说担心的一点是 我们会重蹈覆辙 踏入日本曾经掉下去的陷阱吗 先说说建文君个人的判断 会 但不完全会 会的原因是 从贸易倾向 人口趋势 房地产等几个重要的经济特征来看 中国和曾经的日本都很像 不完全会的原因更重要 首先我们在加杠杆 证券化 搞虚假交易这块 没有日本那么猛烈 大部分的家庭杠杆都在房地产上 所以只要国家顶住房价 那么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就很小 其次 我们人口庞大 内需依然强劲 技术发展比日本更健全 国家治理稳定 军事独立 不会被美国人强迫签协议 能源相对独立 通胀稳定 金融相对独立 隔绝热钱炒作 当然 是不是说完全不用担心 那也不能这样理解 中国太大了 还是要分区域来看 比如最先城市化的东北地区 其实跟日本发展进程就非常像 比如说最先开始少子化 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比全国要猛烈 比如最先开始体制内化 寻求稳定的铁饭碗 比在市场上创新的优先级更高 比如去债务化 日本人泡沫崩了以后 还了几十年的债 东北在过去几年地方债务不断暴雷以后 债务情况也已经持续下滑了六七年了 一方面是因为真借不到钱了 另一方面是因为借了钱也没地方投 没有新人口就没有新需求 地铁公路房子公共设施啥的 都没有很强的投资需求 所以要观察看视频的大家所处的区域发展情况 是走哪个流派的 未来中国很可能会出现K型分化的发展表现 K的一头是日本话 老龄少子稳定保守去债低消费 K的另一头是高增长 每年还有上千万的大学生流入市场 还有外来人口进入 像北上广深成都这种城市 进行人口的更新换代 像上海的地铁规划 安排到2030甚至2035年 你清点一下里程书的安排情况 你就知道这个城市还有潜力挖掘 找出你所在城市的中长期规划情况 包括最近几年的人口禁流的情况 心里会明白的更透彻一些 未来如何大家也都迷茫 数据没有好转 信心毅然迟楚 王兴的话会不会一语成称 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里是建委研究所 一起探讨趋势的真相 抓住可能的机会 你的三年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 我们下期见